嘉庆君有台湾 我们再回味一下这个镜头 我们可以知道雅兰她希望 歌仔信用一个不同的方式呈现 特别吸引现在视觉 要求这么强的年轻世代 她愿意投注多少行李 那这就是集资的必要性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一艘船 好 到底是什么人 自己蹲毒药 对 这一艘就是成功号 对 但实际上 观众朋友 它是真的搭了一个 对不对 成功号 在 我们原本有去台南看警 台南是有做一个 一比一的成功号 对 但是呢 它上面现在全部都开放参观 上面都是一些介绍 然后你没有办法去盖它 结果就是进摄影棚搭建 然后搭 底下有水的部分 那一部分我们没有搭 其他通通还原 一千万 包括在棚内置景 搭景 然后摄影棚时间 然后加上全部围住绿器 然后全部用 每一颗都要用电脑动画 我觉得我的钱是花在刀口上的 因为你的古装剧 然后你的 你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古装剧比 因为大家一定会 一定会有所比较 你要做你拿手的 你要做有看头的 所以第一集 我就告诉电脑动画师说 我要神鬼七行 因为它从唐山过到台湾 它必须经过黑水沟 是 你刚刚讲了一个很很关键的 就是没有其他的歌仔戏 所以你要怎么做 你很容易 最好变成你自己的标准 就变成非常非常高的标准 我觉得所有的标准 大概都是 所以就完美 对 杨丽华给我的定义 因为它从内台 转到广播 然后透过声音征服观众 再把观众 歌仔戏的观众 从广播带到电视台 然后到万人空巷 再把他带到国家殿堂 再带到小巨蛋 他一直在创新 他是我的师父 我一直看着他 一直希望歌仔戏走向巅峰 那我是他的学生 我不能再把它往下拉 对 那个凡是要往上升的 所以这个都写说 用了三百颗镜头 就是为了呈现 第一集 当然杨丽华在这书系里面 她是总监制跟艺术总监 你知道吗 她连天上的星星几颗 然后远近 然后会不会闪亮 她都会管 她都会提醒 我记得雅兰在这一年受访的时候 提到一句话 就是说我准备了一个本子 给杨丽华阿姨 很适合她的角色 真的吗 她自己也蛮开心的 我们大概那时候 已经写了二十几吧 就是彩衣于情 她也老来自 是不是很适合 你对于杨阿姨 你觉得醉醉醉 你还是不断地发现 她不可思议 让你敬佩的地方 是不是就是像这个例子 对 就是她的那个 完美对她来说 是没有天花板 她永远觉得 其实这个地方 你还可以再注意什么 我不知道 她是与生俱来的天分 还是说她从以前就开始 在培养她的美学概念 她每天早上起来会泡茶 会沉思 会想 思考 她会对像这些 都是我没有思考到的 包括潮珠 包括我的帽带 是真的 我不敢搭配的 我不敢带出来 就是 就那是好像是 沉香还是檀香的 对 那是她的收藏 然后她会去配色 然后 会去参考很多 清朝手术的概念 然后再把它 她不喜欢模仿别人 她会想出自己的创意 她在这些小细节上 她都思考得很清楚 她都常常说 你也要整天拆掉 但是你也要想一下 看熟料沙 我就有时候 就会撒家 开玩笑跟她讲说 有你啊 你会帮我想 我就来去拆掉 你就要每天早上 多泡一杯茶 她在想的时候 你看她 再想一下她在想什么 读不出来的 就是美学是天生的 你觉得 对 她不学智通 她可以自己擦花 擦得让你意想不到的 你会觉得说 我就问她说 阿姨你有去学吗 她说没有啊 她就翻一翻书 然后看一看 然后就去花市找素材 然后她会去看看看 然后我会觉得 她买那根木头 回来干嘛 又买这些叶子 回来干嘛 擦一擦 我有把它 因为她都叫我 把它的照片 她擦花的照片 全部保留 所以只要她有擦花 我就会拍 真的是自成一格 洋流 不是擦花都有什么流吗 我们就说她是洋流 她真的是一个 得意双心的艺人 对 而且我觉得 心这个字是 让人感觉温暖 而且可以沾染到 那个香气 不是自己一家独秀 一人自豪而已 我觉得她的美感是 她肯下功夫 愿意努力 然后她心心念念歌仔系 所以在歌仔系里面 她会把它做到一个极致 我是她的学生 我就必须走着她的 顺着她这个灯塔的亮光 对 目前的这个市场资金来讲 要有一个固定的班底 容不容易 我前面问亚兰说 你要不要成立一个公司 它的困难度在哪里 其实像杨丽花那时候 一年绝对是三党四党 所有的人都在里面磨练 但是如果说以我来讲 我现在就是 尽量把专业人才再找回来 因为他们才能再传承给下一代 是 像很多人问我说 我及时之后 嘉庆军再游台湾 我会用什么方式来呈现 我心里一直想说 我不排除用元宇宙的方式 对 其实我之前就一直在洽谈 只是她怎么融入到 我这一处戏里面 那融入会不会不搭 会不会四不像 杨阿姨最不喜欢四不像 对 一定要很顺其自然的 像我嘉庆军游台湾 我们搭了卡曼 然后就是行销上 我们用了MFT 因为她搭不进来 戏里面的时候 你就要在行销上去运作她 因为我在养这一批人 可能 我集资可能要三亿 要Dream big 没有不可能 有听到了吗 海外华人观众朋友 特别是你自己就可以拿出一亿的 OK 真的吗 不要不要 我自己也可以拿出三亿 回忆 没有 开玩笑 我在我生日那一天 11月8号 开始公开集资 好像三天到四天 我就六百万就达标了 太好了 对 而且大家也要知道 她不能够再卖掉阿姨的房子了 她不会 没有房子可以卖 要让他们两个好好的住着 这个讲到杨丽华阿姨 这个两个人一起住 该不会是两个皇帝 父子住在一起 那多拘谨啊 阿哥跟这个父皇 每天在一起 有一个报导说 你们会一起追剧 对 昨天晚上她还在问我 欸 现在好像没新的虚团在看 昨天晚上还在问我 我说 不好意思 我最近比较忙 我没有去搜寻 她一直在不断的进步 就是她会看看 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游鱼游戏她还看 对 真的 然后她就会看 只要引起她兴趣的 体材方向不同的 时装古装她都会看 欧美的她也会看 对 她就会一直一直看 然后她在看的 第一看剧情 然后第二看她的处理手法 整个她这出戏的处理手法 然后看她的创新点 接下来才是看演员表现 然后她 所以她是一个纵观的角度 对 因为她制作人当那么久了 对 所以她 但是我说 有一出戏很夯 要不要看看 然后她看了差不多一分钟 她说 这种类型我不喜欢 所以她只要看第一集 甚至你讲第一集的前面几分钟 她大概就知道了 她是不随波逐流的 她不会因为说别人说好看 很夯 她有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理念 她不会因为观众喜欢什么 而给她什么 她会制造一个让观众喜欢的东西 让观众来跟着她的潮流走 所以我觉得杨丽华阿姨 真的是一个永远是一个教牌的人 她不会跟人家听牌就对了 对 真的 对 我记得亚兰在这一年受访的时候 提到一句话 就是说 我准备了一个本子给杨丽华阿姨 很适合她的角色 真的吗 其实不是我准备的 当时我们就有在讨论 她说其实她看了电视 她觉得某部分的人 有一些道德沦丧 她觉得24校是最能够教育人心的 教化人心的 所以我们当时有在准备24校 那时候有一个剧本 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她 她自己也蛮开心的 我们大概那时候已经写了 20集吧 就是彩衣于情 她演老来子 是不是很适合 很多人觉得说 她现在以她现在的年纪 到底她可以演什么样的角色 可是感觉那要演出来很活泼 你觉得是没有问题 任何状态她都可以诠释的 她生 我们有生蛋静默仇 我没有印象她有仇 请你把第二项跳过 其他她都可以 她说你不要叫我演小段 我只会演小段 其他都考不到她 好期待 对 好期待 当然还是要得到她的首肯 那剧本都有写了 那我觉得她诠释这个角色 应该会非常的得心应手 其实这个是杨丽宝阿姨自己去找来的 对 然后她跟设计师设计的 所以你看每一个她都不一样 虽然我本身也可以散发那个气质 但是加上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个整个贵气会出来 你觉得如果你作为一个观众 你看你们两个演皇帝这个角色 跟小生这个角色 主要的不一样是 诠释出来的不一样是什么 我们记得杨丽宝阿姨 她演小生是霸气 霸气 其实霸气风流替躺 什么她都可以演 那陈亚兰的味道呢 我觉得是陈亚兰比较有亲和力 跟比较无厘头 那你的个性会喜欢偶尔来这么一下无厘头吗 会 应该是 会 我常常会不按牌理出牌 杨丽的不按牌理出牌 她还是会维持住她的形象 但是我的不按牌理出牌 我会让人家觉得可爱 就像我嘉靖君入围 他们觉得我是18岁的少年狼 所以我的金钟奖入围感言是 我出生于金钟奖创立的那一年 那今年是第57届 所以我的年龄是18 因为我是全是18岁的少年狼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我是 就是你 我的特色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雅兰还帮我们带来很珍贵的 这些好多细部 好多细节的配色 你这里面 能选得出最喜欢哪一个吗 每一个都不一样 这是帽带喔 观众 对 这个 这个喔 对 这个真的是她用心良苦的 她还去找这种小环 小环扣 你看 然后她怎么样去搭配这个颜色 所以这个是杨丽华阿姨自己去找来的 对 对 然后她跟设计师设计的 所以你看每一个她都不一样 真的是很不容易 她总体的加起来 她让这一次的加齐群由台湾 她呈现出来的 那时候整个的画面感觉的那个精美感 是不是超过你的想象 你自己的满意度 就当你看到剪出来的成品的时候 你有没有很感动 对我个人杨阿姨帮我做这些 当然非常非常的加分 要不然你就是看到 虽然我本身也可以散发那个气质 但是加上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个整个桂器会出来 所以这个里面在视觉跟美学上面 它有很多其实是从历史的 对不对 历史的图像 对 还有历史的典籍里面精练出来的 包括嘉庆的观印印章 不是观印就是它的印章 我们都有考究过 所以这个传统戏群 也知道它为什么在传承跟流程上面 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它的细节真的太多了 而且亚兰有讲 它是歌仔戏真的是 唯一我们台湾原生的戏剧 在你很多的时候 我觉得你就像一个传教士一样 你会讲到日本有包种 对 对不对 然后 意大利歌剧 歌剧 然后美国也有Broadway 那到底什么是我们台湾 可以请全力 然后拿给大家看的 这是我们台湾的原生剧 我想请问你会 曾经在心里想过 因为你真的做出了一个4.0的成绩 2023开始 我们要把它当作 就像寒流输处一样 把它当作一个台湾的文化的代表 对 还有很多海外的华侨 他们其实都借看歌仔戏 来舒缓这个思乡的情绪 那我会选择嘉庆军游台湾 其实嘉庆军不是重点 游台湾是重点 因为我想把台湾的美景 像我的片头片尾曲 尤其片尾曲 你看我把很多夜市的东西 把它写进去 耳朵什么什么 然后又把很多腔调也写进去 我觉得海外你有很多 来自不同乡镇的人 都去到海外在打拼事业 他们一听到这首歌 就会想起台湾 他们借由嘉庆军游台湾 他会看到台湾很多景色 所以我会再游台湾 也是希望发扬 台湾的所有的珍贵的 无论是人事物 我都希望让国际看得到 真的很希望 它的国际化 其实就是我们台湾文化的国际化 对 我知道在你跟杨丽华阿姨在一起 你们的人生的重叠 我可以说你的人生里面 大概有超过30年 就是跟杨丽华阿姨她 37年 对是重叠的 在这么高的重叠的时间里面 他教了你很多很多 如果你现在回顾 你觉得你真的 你没有太辜负他 你没有辜负他 在他教你的那么多德行品格里面 你觉得你一直最记得的 而且你真的做到的是什么 他教我两句 我常说的话就是 只能羡慕不能嫉妒 台语怎么说 这个是国语 国语的 还有一句台语等一下 就是你可以羡慕对方的成就 但是你不能嫉妒他 要不然你会有贪嗔心 所以你要朝着那个目标 你如果羡慕他 你就要超越他 另外一句是 你想要有成就 千万不要踩在别人的背上 往上爬 你要靠自己的实力 这个是我做到的 他交代我的这两句话 我都做到了 非常非常谢谢雅兰 谢谢 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么多的 我觉得希望 我觉得你今天分享的所有充满的情感 现在带给我们的希望 祝福嘉兴君再由台湾 非常谢谢 今天谢谢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大家一起来 谢谢 今天非常开心 能够参加只有天王天后集 可以上的看板人物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主持人让我卸下心房 而且并不是撒狗血的方式来访问我 让我整个过程当中 感觉到很轻松自在 而且非常谢谢他 非常帮我的 把我将来要做的项目 一直提起 提醒大家 我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参加 看板人物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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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 第二视频 老干 我就会进去 终生 快点 走 再来 本 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